她是一个贵族千金小姐 却最终落户青楼 成了朝鲜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妓女 小姐名叫黄真一 是皇府的千金 从小便容貌出众 聪慧过人 琴琪说话无一不尽 地方上的男人无不垂涎于她 黄真一自幼便和仆人努尔青梅竹马 努尔一是打小便倾心于真一 但迫于主仆关系 努尔对小姐的爱从未说破 只是常常偷偷带着真一出来玩耍 遇到事情也总是第一个出来保护真一 原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命运却给了真一完全不同的安排 这天真一的兄长忽然强暴了家里的婢女 真一将此事告诉母亲 母亲却感叹道 真一的兄长和她父亲是一个德行 真一还有些不解 母亲却说出了一件天大的秘密 原来当年母亲嫁归来的时候 带来了一个奴婢 后来被自己的相公看上了 相公强暴了奴婢 事后那位奴婢还生下了一个女婴 而这个女婴就是黄真一 真一恍然大悟 原来她竟是父亲的私生女 是卑贱的奴婢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小姐 真一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家里的奶妈告诉她 几天前青楼的一个妓女过世了 而这位妓女就是母亲当年的婢女 也就是真一的生母 真一从没想到短短几天 自己的人生竟会有这般转折 她说服自己要收拾情绪 第二天真一和仆人奴婢 来到母亲的坟前 看着母亲捡漏孤寂的坟 真一暗暗告诉自己 从此以后 贵族大小姐的生活 就和母亲一起被埋葬在这里了 黄真一的真实出身 很快便传开了 岛上居民们 无不嘲讽这个婢女的孩子 真一努力让自己变得坚强 深夜真一叫来奴婢 如今摆在她面前的 有三种选择 要么假装不知道 自己奴婢之女的身份 继续过着千金大小姐的生活 要么终其一生 都做卑贱的奴婢 要么和她的母亲一样 入青楼做妓女 真一选择了做妓女 她无法欺骗自己 也不愿被人踩在脚下 既然如此不如去做妓女 或许还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奴婢无法接受 心爱的女人去做妓 她百般劝阻 和真一心意已决 此时奴婢贵毁万分 因为就是她将真一 奴婢之女的身份 散播出去的 奴婢爱慕真一 可她们身份悬殊 注定从无可能 因此才将真一的出声 说了出去 她原本以为 这样一来 她就能和真一在一起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 真一竟会做此选择 奴婢一遍遍地向真一道歉 可这些对于如今的真一而言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真一收起伤悲 灭了烛火 脱下衣服 既然决心做妓女 不如将最宝贵的第一次 给喜欢的男人 看着决绝的真一 奴婢只能将自己的溃毁 埋没在真一的身子里 从此以后 黄真一脱下小姐的华服 换上了妓女的肤色 贵族小姐黄真一 一去不复返 青楼里多了一个 叫明月的妓女 明月对奴婢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她能陪伴在自己身边 可明月毕竟是半路做妓女的 刚到青楼 还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 每次遇到男人 要她做陪 明月都异常惶恐 此时 奴婢就成了她唯一的保护伞 好景不长 奴婢写信告诉明月 她无法原谅自己泄露明月的身世 因此选择离开她朗迹天涯 明月暗自卑气 却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没有了奴婢的保护 她唯有独自面对往后的人生 几年后 明月成了当地最红的妓女 她的才智和美貌 让所有男人都败倒在她的十六群下 甚至还吸引了无数的贵族官员 西月就是其中之爷 西月是当地的礼判 位高权重 无数女人对她屈指若误 可她偏偏看上了妓女明月 明月才华横眼 不仅擅长依律和诗词 而且在礼判面前态度不卑不亢 丝毫不像一个妓女 和那些普通的女人大不相同 越是这样 礼判越是着迷于明月 与此同时 当地出现了一个劫富济贫的强盗 强盗打劫官府的粮仓 久迹平民 为苦难的百姓修剪催落 可谓是礼判的头号对手 礼判发誓一定要抓捕这名强盗 可出了好几次兵都被这伙人给溜了 很快 礼判便张榜悬赏抓捕强盗 看到悬赏榜上的图画 明月才知道 这个强盗正是自己曾经的仆人和爱人 努尔 在奶妈的帮助下 明月找到了努尔的落脚地 看到如今成了强盗努尔 明月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十分关心 在明月看来 强盗劫富济贫 是因为官府行同盗匪 比起作恶多端的官府 这些所谓的强盗 算得上是陆宁好汉 时隔多年再见到明月 努尔心中的爱意只增不解 她问明月 不怪自己当年出卖了她的真实出身吗 明月却摇摇头 不管是当年大小姐 还是如今的妓女 一直默默保护她的人 唯有努尔 那天过去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时此刻 努尔才真正释怀 努尔希望明月跟自己 去一处荒岛上 共度余生 那里没有饥饿 没有战乱 官府也找不到他们 着实是一块乐园 可明月却再次摇摇头 如今努尔是强盗 她明月是妓女 早已形同末路 未来就让他们 各自走好人生路吧 努尔悲弃地望着明月 是啊 相濡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 深夜 手下将努尔接走 明月只盼着努尔 能平安过这一生 努尔走后 明月撮合自己的婢女 和男仆成婚 而这位男仆 正是努尔的侄子 成婚前夜 李盼再次出兵 镇压以努尔为首的强盗 士兵人多失重 努尔的临时名债被推毁 努尔侥幸逃走 为了抓捕努尔 李盼将急交入洞房的 努尔侄子抓了起来 试图严刑拷打 审判出努尔的下落 奈何侄子口风很紧 没有说出叔叔的下落 李盼只能以努尔的侄子 想要挟 要努尔自己献身 与此同时 明月得知此事 试图贿赂李盼家下人 希望见李盼一面 赎料却被拒绝 无奈之下 明月只能写信给努尔 却被奶妈告知 各大港口都有官府的人 拦截来往信件 明月只能再次作罢 明月知道努尔的脾性 一旦被努尔知道 侄子身陷险尽 肯定会出面 用自己的性命 换侄子移民 到时候就正中李盼的下怀了 明月无忌可食 我又找到李盼大人 最终将身子给了李盼 这才换来努尔侄子出狱 一夜风流过后 李盼还嫌不够 还要明月继续陪她 却被明月果断拒绝 既然这只是一场交易 并要公平 她明月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得到的女人 努尔侄子出狱后 明月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回来后 奶妈却告诉她 努尔得知侄子被抓 已经去自首了 明月崩溃 她的现身最终还是白费了 明月冲出几月 一路跑到李盼府前 可已经晚了 努尔刚刚踏入府内 望着努尔远去的背影 明月当即晕荡在地 醒来后 奶妈告诉她 努尔后天就要被斩首 明月陷入绝望 行刑前夜 明月只身来到大牢 看望努尔 面对生离死别 努尔终于说出 那句久违的 我爱你 明月泪如雨柱 或许他们此生 注定没有那个缘分 明月倒了一杯酒给努尔 她虽为妓女 可努尔却是她心中 唯一的男人 努尔喝下这杯送别酒 明月忍痛告别努尔 努尔没有什么奢望 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奢酒 就是希望明日行刑时 明月不要来看她 第二天 努尔头颅 被当街选手示众 所幸的是 奶妈捧毁了努尔的骨灰 而明月即将离开 这个伤心之地 她要去那时候 努尔和她说的岛上乐园 途中 明月将努尔骨灰 撒向深山 希望努尔能化作风雨 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黄真一是朝鲜 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与朝鲜著名女医 大长津 是同一时代的杰出女性 算得上是 韩国时尚女神级的人物 高丽默契 受成诸理学影响 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 极其严重 男子能学文学作诗词 女子却只能学女工 在家相夫教子 而黄真一 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异类 因黄真一的母亲是侧氏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 受到极大的藐视 而黄真一作为数出之女 身份意识十分卑微 因此黄真一从小 别性格叛逆 思想独立 长大后更是毅然走出家门 落户青楼 尽管身为妓女 黄真一却财貌双绝 诗词歌赋均属一流 获得无数文人雅士垂青 作为数出之女 她没有暗于所谓的女人宿命 反而在青楼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本片在一定程度上 还原了黄真一的生平 当得知身世真相后 黄真一没有选择继续伪装 自我欺骗 也没有选择忍由命运摆布 成为奴隶 而是选择成为一名风尘女子 黄真一虽为妓女 却一世而独立 在那样一个封建官僚横行 百姓民不聊生的时代 黄真一一见女流 勇敢地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面对官僚们的虚伪嘴脸 黄真一敢于抬起桀骜不幸的头颅 敢于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与官僚们周旋 面对真心喜欢的人 黄真一坦然真挚 她努力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在那个肮脏腐朽的时代里 独自胜放 正如影片中黄真一所说的 我要将世界踩在脚下 然后狠狠嘲笑她 电影结束 好了 讲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美中 每天定时打开 美中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弯弯哟 拜拜